你 你不是吧 你穿这事就去了 你怎么不换衣服呀 我换什么衣服呀 又不是我去相亲 今天我是配角 真有你的 明天我也穿运动衣去 随你穿什么 进小桥旁边 然后说是有一个小广场路进 是不是那个 我看看照片 你穿着 好像还真是 就是她 照片里西装笔挺的 怎么尖穿那么随便 李逵 杨桃是吧 哦 你好 我的好朋友蓝薇薇 你好 我叫李文 你好 蓝酒杨桃 我今儿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以为你一个人来 所以我只准备来两辆自行车 你看我们三个人怎么骑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爸没跟你妈说啊 喂 这样 因为我前天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说今天天气会特别好 我想呢 咱们既然在公园约会的话 咱们就不如 可以骑着那自行车 围着湖边转一圈 我们可以边骑边聊 你这想法真好 但是我我穿成这样 哪儿骑得了点车呀 是啊 不 我觉得那个 贝贝这时候能骑车 要不然你们那个 你们俩骑一圈吧 这车也别白推过来了 那怎么行啊 不是 你就绕一圈 去骑一圈吧 这车都已经推过来了 那要不 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车 绕一圈吧 你们俩找个地方聊聊吧 别 别 那要不然这样吧 干脆咱们今天 咱们都别骑车了 咱们 就去那边的水吧坐一会儿 好不好 那也行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该把这车给他 没事 我估计是我爸 没把话说清 请问三位想喝点什么呢 老子 你想喝点什么 午后奶茶 午后奶茶 一大杯 给我瓶医宝吧 好 一瓶午后奶茶 两瓶医宝 少有款式了 谢谢 好的 请稍稍 那 手房间还不错 嗯 涂涂快点 好的 请稍稍 手房间还不错 你挺热爱运动的 是吧 你挺热爱运动的 是吧 你挺热爱运动的 是吧 我还行吧 因为周一到周五 上半时间的所有不就好 只有周六 周日 可以出来运动一下 可以出来运动一下 你今天也看下了 我又喜欢骑系单车啊 平时呢 我再有时间呢 我还可以去爬爬山上 真健康 真健康 对了 对了 你今天也穿成这样啊 你也挺喜欢运动的 你也挺喜欢运动的 我又是健身中心的预线教练 健身中心的预线教练 嗯 哪家健身中心 完美 完美 完美是一家很大的健身中心 对 我正打算去健身中心 去强健一下自己身体呢 不对 那你能不能给我留 留一个你的电话号码 有什么事 我可以向你咨询一下 行啊 我把我们健身中心的 前台电话给你 你有空就打电话呗 来 来 喝水啊 谢谢啊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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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是卫卫吧 真巧啊 又卫卫今天打扮得 真青春活力 那桃子也在啊 在哪儿都能碰见你啊 你男朋友啊 真帅 你别来说啊 这不是我男朋友 哥们儿那个 我叫果然 果然 幸福啊 我姓李 叫李 果然这名字 那个李赵鲜是你父亲吗 你是果常山的儿子 是啊 这世界太巧了 我跟你说你爸老跟我爸在一块下降棋 我跟你说前两天那个你爸还跟我爸说呢 说你哪天你要是早回家 就你爸带着你到我们家来吃饭 你看没想到你以后咱俩在这儿就见着了 出时间 出时间一定去 你们这是干嘛 相亲呢 谁 谁跟谁啊 我跟李赵相亲呢 你 你 你有事吗 合适 特别合适 我跟你说李赵 我跟你说那个桃子我挺了解的 不是你 你怎么 那个桃子我跟你说李赵我也挺了解的 那个李赵 你是海归从国爱回来之后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我现在在一家那个外资银行上班 听听听听 在银行上班 我 我跟你说李赵 桃子呢我是挺了解的 不是你 你了解我吗 咱俩合作过呀 对吧 就是我做摄影师 就是呢她是那个 拍我们那个电视购物的那个女模特 我跟你说桃子呀 她真是特别漂亮 她跟别的那些女演员都不一样 你像有那些影音 浓妆艳抹的 拍出来不见她漂亮 有时候我给她做光的时候 什么什么勾个光啊 根本就不用直接大屏光一给 我因为我是摄影师嘛 以我摄影师的角度 就看她最漂亮的就是眼睛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不是你 还一打一打 你看这个外表清纯 我跟你说 当时她的那一出现 就给我们那个 拍广哥那四老板 有点色的那老板 你得你得五迷散到的 这是形象 气质也特别好 最重要的就是她的性格 性格温柔 你承认你温柔吧 我 体贴 你也承认你体贴吧 既温柔又体贴 所以我觉得 这事绝对是一个好女人 差不多 心地还特别善良 一定要紧紧抓住 绝对不能放过 放过这样的女人 以后就不见得再能碰见了 不是果然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劝你 我真是跟我没关系 我们俩在这聊天 我是我是帮着那个谁介绍啊 对不对 我在夸你呢 我自己聊 我跟你说 我正好我今天赶上 不是 帮你们俩迅速穿针引线 你们俩尽快地熟悉和亲密起来 就争取 就今天晚上就一块回家吧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 她第一次见面啊 哎呦 就实在不好意思 第一次 差不多了啊 咱俩这种关系 你说的差不多了 我没说完呢 我正准备要夸你 我还没夸几句 我准备再夸个二三十句 我还有后面更好的话 我们仨人在这儿聊得挺好的 就她很漂亮 很美丽 她的美丽 可以用很多词汇来形容 比如说貌美如花 比如说清纯可人 尤其是她那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就清澈透明 闭嘴果然 你 你 你要不就赶快给我走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这两句三句怎么就听你说了 我刚说了三个词 我还有素不十句没话吗 咱俩熟吗 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熟的 我还到你们家去过呢 不是你 就咱俩都一块吃个饭 咱俩熟不熟 你心里就 你别讲话了 你有事忙你自己的 这真不用你 我就是想帮 我就帮李逵 我不帮你 好的 桃子 我这儿我去接个电话 回见啊 回见啊 回见 回见 别犯过这女孩 特别好 再见啊 薇薇 再见 你你 果然是不是特喜欢桃子 果然追过桃子 不过他们俩没成 感觉他们俩挺般配的 可惜的 可惜什么呀 这样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我跟你说啊 桃子挺好一姑娘 你赶紧的 薇薇 你刚才说你是健身中心的 瑜伽教练 我也想学瑜伽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瑜伽 你练瑜伽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我跟你说啊 像你这种手长脚长 四肢僵硬的人 练瑜伽特别地凿醉 你放弃吧 为什么要放弃啊 只要能修成正果 什么都最有 好吧 那谢谢 谢谢你今天陪我 谢什么呀 反正明儿你得陪我去下棋 没问题 时间那点 无论回去问我妈 问完我再告诉你啊 好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喂 你好 喂 桃子 我是李逵啊 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说个事啊 我觉得非常抱歉 我想你也觉着来了 咱们俩实际上不太合适啊 是 我 我想法跟你一样 那好 那事情这样就简单多了 你还真是个痛快人 我这人做事呢 从来都是一时一 二时二 打完电话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放下了 希望咱们以后还能做好朋友 很高兴认识你 有机会再联系 好 好 好嘞 拜拜 再见 嗯 嗯 爸 把明天的相亲推了吧 明天的相亲给推掉 啊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觉得 我已经找到我自己心意的女人了 跟这个人做不动呢 小明天的男人 很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